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这么实惠 我当然照着何大人的意思说了 何大人 您想让我怎么说呢 何总管是明白人哪 太上皇 太上皇 奴才和声叩见太上皇 你怎么来了 下朝了吗 太上皇 奴才一日不见您 心下又是想念又是欺慌 所以忍不住过来看看太上 来来来来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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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永远呢 皇上下朝以后就直接回寝宫了 今天在朝堂之上 永远 永远还能应付他过来吧 奴才看不大懂 似乎好像没出什么大的差错 何神 你说说 太上皇 这奴才不大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 让你说你就说 这 太上皇 皇上今天在朝堂上大略是不错的 当然有些事情分寸拿捏的不是那么准 也无大碍 也无大碍 什么事情上还不够准 奴才就斗胆说两句 您比如说这个四川民乱吧 那分明就是乱民犯上作乱 可皇上却说那是励志腐败官逼民犯 那如此说来就都是朝廷的不是了 对付乱匪 太上皇是早就定下了围剿的策略的 可是皇上却要以招负为主 那奴才就想啊 那朝廷如此软弱 长此一往下去教匪必会日益猖獗 酿成大祸 不过太上皇您放心啊 皇上毕竟是刚刚主持朝政 有些失误也在所难免 在所难免 看来朕的担心并非多余 永远至嫩 永远至嫩 让朕怎么能放心得下 有太上皇圣名 朕主子 都近五十了 您现在才去请安 那太上皇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的 当了六十年皇帝 华马一定最清楚什么叫身不由己了 儿臣叩见父皇 给父皇请安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请安 请父皇恕罪 下朝以后 儿臣本想立刻过来请安 却又被政务缠住 政务缠身 身不由己 朕当了六十年的皇帝 什么不明白 别找借口了 儿臣知罪了 请父皇恕罪 起来吧起来吧 不说这些了 你说说四川乱匪 因何而起 你准备如何去平息 回禀父皇 儿臣以为民乱起因 虽有肥手蛊惑人心一端 但地方立志败坏 官逼民反也是一端 所以民乱才会迅速蔓延 若要制止蔓延之事 需在围剿之时服役招辅之策 方能收到釜底抽薪 事半功倍之效 父王三年不改其志 方为孝 你这头一天当皇上 就改变朕的大振方针 可真够笑的啊 儿臣知罪了 请父皇训事 若不能对乱匪 示意兵威 乱匪必然以为朝廷软弱 就会日欲猖獗 养成大乱 所以 要用重兵 予以剿灭 这个方略不能改变 儿臣遵旨 你第一天当皇上 就让朕这么不放心 以后可怎么办呢 奴才倒有个办法 可以让太上皇放心 什么法子 奴才的方法就是 今后文武百官上奏折 让他们一事两份 一份成太上皇 另一份成皇上 凡有重大事件 还是由太上皇做主 这个法子好 那这样一来呢 太上皇也不必担心 朝政出现失误了 而皇上呢 又不必那么辛劳 两全其美 皇上您以为如何 和尚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这个办法可行 来 起来 起来 永远 你说呢 父皇亲自训政 是儿臣的福分 儿臣由衷感激父皇恩典 只是太上皇 又得辛苦了 不能享清福了 朕本来就没有打算享清福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以后文武百官上奏折 一事两份 朕看一份 你看一份 如果你遇到为难之事 由朕来帮你解决 谢谢父皇 客官您慢用 你也不得戏 您怎么看 你也不得戏 你也不得戏 您的天使 你也不得戏 您的天使 您的天使 都没有戏 你也不得戏 您的天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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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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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